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到温哥华房地产资讯站 我是Mike 继续为大家提供一些温哥华买楼的资讯 之前带大家去过温哥华市中心 西区 东区 再到列治文 今集我们就会向东移去到本拿比 本拿比这个地方可能很多人都听过这个名字 原因是因为它是很受移民的欢迎 如果说到它的资价来说 本拿比普遍的资价会比温哥华 尤其是市中心或西区为之低 但是会比列治文为之高 可能有几个原因 包括列治文平坦的地比较多 在本拿比是山比较多 加上很多人会顾虑到 我们之前上一集都提及过 列治文的地势比较低 有些人会担心 如果有地震会造成影响 还有因为可能会有飞机的杂音 有些人都会担心 在本拿比就没有这件事了 但是在本拿比有另外一件事 因为它的山高 海拔比较高 在冬天的时间会比较冷 而且假设在冬天的时候下雪的机会 亦都会比列治文比较大 加上有时山上要下山的时候 在本拿比可能你开车就要小心一点 在冬天的时候 以十年以下的石屎楼公寓为基准 我们普遍的赤价 在本拿比大约是1000-1200元左右 如果是木造的屋 大约是700元左右 我说的位置可能是比较好 是metrotown附近 等等 一些新楼 大发展商 如果是之前我说过的列治文 是未上到1000元一尺 所以大家可能可以再做一个比较 当然我也是鼓励大家 如果未过过来温哥华 当然是亲身过来温哥华自己去实地考察一下 当然如果需要帮忙 随时可以跟我联络我的informations 在下面 那事不宜迟 那帮大家去看一下 本拿比的一些楼盘 那说到Bernaby 可能少人都已经耳熟能长这个地方 因为Bernaby 本拿比也是非常受 移民欢迎的一个城市 在Bernaby 大部分60%以上 都是移民来的 不过如果说是中国人的百分比 就只有34%大约 那其他的移民的种族包括南亚裔 有越南人 或者菲律宾人 或者拉丁美洲等等 那所以呢在Bernaby 可以说是一个多元文化的一个城市来的 那说到Bernaby 其实Bernaby 分就是Bernaby的北部 南部 和东部的 而在最受欢迎的聚居的地方 大概都会在北的Bernaby 这边呢 或者是南的这个Metrotown 那说到Metrotown 可能不少人都已经听过这个Mall 有多厉害的了 那其实Metrotown这个Mall呢 是温哥华最大的Mall 在这个面积上去计算 在加拿大也是三大的一个Mall 那自然在Metrotown 因为交通方面 有Skytrain 还有它是 其实呢 就在按这个Kingsway上面呢 是一直 这条路一直上去 就可以回到去Downtown的了 所以变了大约是20分钟 至30分钟的车程 那叫做那个Location来说 都算不错 而它也都是一个 可以说是一个 发展了一段时间的一个地区来的 变了它附近呢 也都有一些高楼大厦 有一些Office 可以说是这个Bernaby的金融中心 可以这么说 不过啦 你说说在Bernaby的Metrotown 自然在它附近的屋价 都会是赤价为之高 但是它附近呢 也都有不少的新的项目 住宅项目 我稍后都会为大家介绍的 那另外 刚才说过呢 是这个Bernwood Bernwood 其实呢 就是近这几年呢 有很多资金流入 很多大的发展商呢 也都在这里纷纷就做项目的 原因是因为它的位置呢 比较近Downtown 大约呢 是15分钟的车程 如果是不塞车的话呢 就可以在Bernwood那里 回到去Downtown的了 那加上呢 它有一个Skytrain的这个路线呢 亦都是可以去到Downtown 那所以呢 受不少的这个 在Downtown做事的人欢迎的 因为它那个价钱 没有Downtown那么贵的 那变了有一部分的人 它们会选择着在这个新的区域里面 那第二个原因就是呢 在Bernwood它这个社区 亦都是不错的 它有一个Bernwood的Town Center 它的Mall 那它的Mall呢 是近这几年呢 是做着很大的翻身 和就是会有更加多的商户去进驻 所以在这个区域 在这个社区来说呢 也是一个相当不错的 方便的一个社区 那第三个原因呢 就是呢 它的位置上面呢 比较近西门飞沙SFU 这个大学的 那是这个大学呢 在我们温哥华来说 都是数一数二的大学 就是除了UBC之外 就是说到SFU的了 那它就变了说呢 有很多大学生呢 他们愿意呢 会在这里居住 租楼也好 在这里买的也好 变了呢 如果是一些投资者 是拿来出租的话呢 受学生去欢迎的楼也都自自然延 那个租金那个回报啊 或者是对他们的投资来说 都是有价值在这里的 好了 那说到呢 三百万以下的单位了 在Bernaby 也都可以找到的 那只不过呢 那个价钱 就只可以买到一房 或者如果是买到两房也都可以 不过呢 就要是可能偏远一点点 那我首先为大家介绍呢 就是一个呢 在Metrotown附近的一个batchel 那四十八万八呢 就可以买到在Metrotown附近的一个 一个石市水泥的公寓的了 那它位置呢 它就非常之好 它是Metrotown的对面 是的 那方便啦 买菜各方面的都是很好 那加上呢 它是那个非常之高的 它是30楼的 那这个景观是不错的 间隔都很方正下 要听开放式的厨房 一个高楼大厦 因为它这个呢 是一个新楼来的 有个露台啦 那它也是有泳池 室内泳池的 在这个大厦里面 4年新的 那尺数呢 400尺 是一个batchel 一个开放式的公寓 那掛牌呢 两个月的了 那个管理费呢 就225元 那么高过5毫子一尺的 如果朋友想住大一点 也都想要那个concrete的 不是不行的 不过呢 就在Bernaby来说呢 如果你要找这个呢 就只可以去到SFU那里面才会有了 如果假设你是在里面读书啦 或者是你打算拿来投资收租的呢 那对来说可能会合适 那这个呢就是在SFU里面 如果说SFU呢 就不可以不说呢 就是说 如果你在下面要上山呢 都需要是 就是要兜一下山路啊 那可能都要15分钟呢 在山下上到山山顶的 那 就是见仁见智啦 这个位置对你来说 这个房子是最好的 但是你去到50万呢 就已经可以买到一个800多尺的两房 而且是一只水泥的公寓啦 那让大家看看一些照片先啦 这个楼其实不是很高,大约8-10层左右 有个厅,有个火炉 环境也算不错,附近有些树,大概是向北 可能在冬天的时候就会冷了一点 原因是SFU在一个山上,刚才有说过 下雪或者是温度的温差都会比较大的 有个floor plan 管理费357,尺数是859尺 两房,两次 那挂牌有四个月,再多些了 那其实呢,如果你再给多一点 五十多万,五十五万左右 其实在这个metrotown附近 都可以找到两房的 不过呢,就不会是水泥 就会是木製的公寓 那木製公寓 我之前也有说过,就可能在隔音方面 就会没那么好 那但是,它因为那个制造的成本比较便宜 所以它的赤价都会比较低 那这个呢,是一个两房的公寓 都是开放式厨房的啦 有个厅啦 有个大的露台 那间房 亦都是可以通到它的露台的 有个书房,其实就是客房来的 那它就813呎 管理费呢,就273元 55万啦 它的叫价 11年楼的 那其实它基本上 其他都是差不多的 大同小异啦 那它的赤价呢 是600多至700多元 一尺呢,就会有一个 在Metrotown附近 的木造的公寓 那如果你说想要水泥啦 那也都是要在Metrotown附近的 又要新的话呢 那当然有啦 只不过价钱要比较高一点 那在这个89万8 大约差不多去到90万左右呢 就可以找到 那这个呢,就是 真是location 就非常的不错的啦 那它是在Metrotown旁边啦 是按这个Nelson的 一街之隔 就去到Metrotown的啦 这个呢 是一个新发展啦 这个区的发展商呢 就是 Concord Pacific 就是协平細博 之前说过 李嘉诚有份的这个发展商 那它叫做MAT2 有两栋大楼的 那有室楼泳池啦 那有室楼泳池啦 那它是高层的40楼啊 那它是高层的40楼啊 看个景非常之开阳舒服的啊 那里面的厕所啊 那里面的厕所啊 都有一些云石啊 那样 做工不错的 在这个发展商呢 其实它们做工呢 都在 在温哥华来说呢 都是很受欢迎的 单边的一个单位 那它这些设施 那呎价呢 差不多一千元的啦 然后呢 就啊 它的面积是有 八百五十一尺 喊价呢 就接近九十万 管理费呢 就三百五十七元 那就是两年生 刚刚才放盘的 包一个车位 还有个locker 再看到一个啦 那就是 其实有Telford附近呢 Telford上面呢 都算是一个 中心地带的啦 那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啦 也都是Metrotown的对面的 JACK 还要是呢 在地铁站上盖 那这个位置呢 如果拿来呢 出租啊 或者是 自己平时 可能不开车呢 那可能会更加合适呢 一个非常之高的楼啊 39楼的 这个大堂呢 是非常开扬啦 那它那个厅呢 这个是它室内的厅啦 都是单边的 不过中间有一棵柱在这里 但是景色就相当开扬的啦 那间房啦 有个大的露台啦 我还可以看到雪山呢 哦 看日落 又是gym啦 他那个呃 呃尺呢 就900呎 906呎 那叫价呢 是915000的 它管理费呢 就291块 接近300块 其实就不贵的 就大约30毫 1呎左右啦 它挂牌也有超过三个月 包括车位还有一个Locker 有些朋友会想说 可能可以给600万港币 就是差不多100万加址 但又不想去到1000万 想买一个在Metrotown附近的Townhouse 这个都可以是一个选择 它正正在Metrotown附近的一些公寓大楼的 后面的一些Townhouse 它就是在Metrotown的后面 然后它的位置非常方便 亦都是隔一条街就可以去到Metrotown 而它的空间也会比较多 它有三层的 1600多尺 这个是它的外观 非常Modern 它的房间 客厅 饭厅 明火煮食 睡房 还有个天台 天台的花园 那它喊价呢 一百二十五万八 加址 那它的尺数呢 是有一千六百多尺 差不多一千七百尺 哦 我说的呢 都是实用面积啊 就这边呢 在加拿大呢 我们温哥华呢 都是讲实用面积 就不会讲建筑面积的了 好 它是有三间房 三个厕所的 那两年新的 非常新 管理费呢 519元 520元左右 它挂牌呢 都是三十四日 一个月左右 它又跟了两个车位 那有些朋友可能呢 就会好奇呢 想看下 会不会有独立屋的 那在这个价位呢 不是说没有 不过呢 可能说 假设你是想要 有独立屋啦 位置又不要太差啦 和有一定程度的size 那就比较难找些 那我找了一两个给大家看的 那这个呢 就是在 都可以叫做是 近 Metrotown 但是 都 当然 就不会及其他 刚才我带大家看的公寓 那么近的了 位置是大约在这里 那它是会比较 是进南 一些 Metrotown 我想大约是 十分钟 那么上下的车程 都是可以去到的 那它这个地呢 有成七千多尺的 算是叫做 ok啦 就是 那个size 那个地的size 那它里面的面积 有2800多尺 差不多 差不多3000尺 大概的 2900啦 那它那个 年龄都是23年 在 在独立屋来说呢 都算是叫做 错的了 那 那它 带大家看看照片先 那 外观是这样的 一路来 有一个 楼梯啦 旁边是 叫做 客厅啦 背客室 那样啦 有厨房啦 那些色 就比较 可以说是 叫做 走一个 古典风啦 比较 沉一点 就不是那么modern的了 那 畢竟它都在说 23年楼 好 带大家去看第二间的独立屋啦 那这个位置呢 就基本上就很近Metro Town 但是要sacrifice的就是呢 它那个地呢 就没那么大 只有3600多尺而已 百年楼啦 百年楼都算是新的啦 在 在独立屋里面去计 刚才呢 我们不是去看Metro Town 这一道 那其实下了一点 就是可能真的 你走路五分钟左右 就下到这一条街上 这一家屋就是这里啦 它是有三层啦 室内面积是有2171尺啦 厨房啦 睡房啦 那 位置来说 就相当好的 那在屋灵来说呢 都不错 只不过它里面呢 就好像保养 和它住得呢 就可能叫做 搞搞少少啦 那这些看下 就大家 会不会 去介意啦 frontage是有30的 闊是有30尺啊 那 那刚才呢 很快地带大家 看出本拿比的 在各个价位的一些楼盘啦 那如果大家呢 有更加多的兴趣 想了解多些啊 或者呢 有什么疑问呢 随时都可以在comment那里留言 或者呢 直接呢 就whatsapp我 email我都可以的 那这些 information在下面啦 那如果之后呢 更加想了解多些 溫哥华的买楼的资讯呢 欢迎呢 就是subscribe our channel啦 heat个小铃铛啦 那第一时间的资料呢 都为大家呈上的 那下一集呢 就会带大家去到suri suri啦 suri这个地方呢 都是新兴受 投资者去追捧的地方 因为呢 这个价钱呢 是比我们之前看过的 地区呢 都为之便宜的 那在水位方面呢 就当然呢 有空间啦 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啦 拜拜 by bwd6